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萃取一些练毛 倾斜一些练毛 最终讲一天的表格数据提取出来 这种方法十分复杂 幸运的是Pandas提供了这种功能 难度几乎是傻瓜级别的 在不使用爬虫技术的情况下 这种实现方式应该是最佳的 使用之前我们需要安装一个依赖库 它的名字是LXML 这个依赖库安装Pandas的时候并不会安装 所以我们要独立安装 打开终端窗口 输入PIP Install LXML 回车就可以安装了 图取HTML页面中的表格 我们用到的方法叫做Reader下化线HTML 它有很多参数 第一次看到你会感觉很头痛 其实不必担心 我们常用的并不多 在后面的例子当中 会用到这些参数 安装完依赖库 我们现在就做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程序很简单 第一行导入Pandas库 第二行是定义HTML变量 我们把一个HTML表格放入这个变量 第三行通过ReaderHTML读取表格中的数据 第五行就是打印出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ReaderHTML返回的是列表 当HTML文本当中存在多个表格的时候 ReaderHTML方法会返回一个列表 下面我们在VSCode当中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两个表格 现在点击运行按钮 当前屏幕输出了两个表格 下面介绍从HTML文件当中提取表格数据 当前屏幕左边是table.html 右边是我们的Python程序 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table.html传给ReaderHTML方法 运行程序后就可以看到输出结果了 下面是从网页当中提取HTML表格数据 让我们直接看演示 需要注意的是 从网页当中提取HTML数据 可能会遇到Timeout的情况 也就是网络超时 前段工程师常常会为HTML设置标签 例如ID,Class,Style等等 其中ID标签是不允许重复的 也就是在同一个页面只能出现一次 ReaderHTML方法提供了一个参数 叫ATTRS 当HTML页面当中有多个表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设置属性字典 来精确地读取某个HTML表格 例如当前屏幕显示的这段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表格 分别是ID等于Fourced ID等于Second 通过设置ATTRS属性 我们就可以只读取Second的数据表 运行程序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输出的是底四 也就是第二张表 Pandas可以与XPath结合使用 在什么情况下会这样使用呢 例如当前HTML页面当中有多个表格 每个表格没有自己的独立ID 这时每次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当页面比较复杂的时候 列表的顺序就可能发生改变 使用XPath返回HTML的表格 相对会保险很多 当我们获取中文HTML页面中的表格 常常会遇到乱码的问题 目前几乎所有的网站 都在使用UTF8编码 但是仍然有一些老的网站 在使用GBR312或者GBK 遇到这种情况 只要设置因扣定参数即可 这里建议使用GB18030 GB18030是涵盖了GBK 跟GBR312字符记的 关于Pandas处理HTML文件中的表格 就先介绍到这里 视频中的原码 以及例子在我的NetKiller Python手杂中都可以找到 下一期视频是Pandas读取Excel数据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转发 谢谢观看